2013年,赌王千金和超营现身街头 与以往出现在大众事业不同的是 和超营整个人看起来都精神恍惚 面目看起来更是极为憔悴 走路也是跌跌撞撞 甚至险些摔倒在地上 就在外界对此议论纷纷之时 四泰梁安琪称 和超营只是将退烧药和感冒药混合在了一起 才会变成这般模样 不过,仅凭四泰的一面之词 显然不能说服外界 毕竟和超营相对梁安琪的其他子女来说 确实是最为叛逆的一个 那时年仅26岁的梁安琪 嫁给了65岁的赌王 在婚后不到两年就生下了长女和超营 但梁安琪整日跟着赌王做生意 根本无暇顾及这个女儿 2013年,和超营传出与同性友人的亲密照 四方一脉陷入了娱乐漩涡 之后,和超营又重新上演了同性绯闻 这次的对方是富商林建月的女儿,林爱儿 而且这次两人做得十分高调 丝毫不顾及媒体的镜头 当街亲密互动